看一下这周发的食品 还是牛奶 它是到11月1号到期 November啊 11月 日期也还可以吧 就是还有大约两星期到期说 牛奶跟以前是一样的 这个上面粘的是菜叶啊 因为它是放在一个袋里 之后是鸡蛋 鸡蛋跟上次是一样的 然后它这个导致期是到 November the 3rd 11月3号2020年 这个鸡蛋盒是属于可降解的 还是可回收的呀 我看这边居民在扔这个盒的时候 有的是扔的那个绿箱里 可降解那个箱 有的是扔的那个蓝箱里 我每次是扔的蓝色的箱里 我觉得它应该是可回收的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啊 就是说还有这个柠檬 上次我说错了 上次那个是橙子啊 这个是蘸的 还是就是颜色 就是颜色 柠檬啊 然后这是橙子啊 这是橙子啊 这个是橙子 然后那个是柠檬 上次我说错了 我把那个橙子说成柠檬了啊 这是胡萝卜 这是香蕉啊 这是每一种蔬菜水果 就是做一个样品吧 这个香蕉写的是 瓜提曼拉啊 是威迪玛拉生产的啊 中美洲的威迪玛拉 上边它这个应该是个草帽吧 从威迪玛拉运来的这个香蕉 然后呢 还有香菜啊 这个都跟以前一样啊 就是每次发的时候都有这个 还有这个玉米啊 这个玉米应该是 加州当地生产的嘛 这个这个领的时候都凉凉的 应该是放在冷库里对吧 然后这个是豆子啊 应该是姜豆吧 这个写的是Pinto Beans Beans是豆子啊 我感觉像 咱们国内的这个姜豆 它的日期呢是Best by September 22nd 到9月 不 我看错了 这个是September 对 9月 2022年9月啊 所以日期还是 不错的 这个豆子是454克 一磅啊 正好是一磅重 9两倍 完了还有这个 是 这个叫什么了 叫蜗具吗 叫什么 在国内有点像生菜 所以我在研究 美国这边老莫尔他们的饮食 因为我住这个区域 属于墨西哥人的区域区 他们肯定是吃玉米的啊 老莫尔他们 我们以前 在高中学地理的时候 说墨西哥人的主食玉米对吧 他们吃玉米 吃胡萝卜 这是每次必须有的 吃香菜 香菜和这个叫蜗具 应该是绿色的蔬菜 有点像地中海的这个饮食 这个香菜 在国内的时候 在北方有的时候吃那个饭包 是必须用的啊 香菜葱什么的 但是到美国之后 基本上没怎么吃 只不过这次领这个食品 每次都有啊 这个所以它 有这种绿色的 所谓的叫地中海饮食 对吧 然后还有这种啊 它每次好像香蕉 橙子 还有这个柠檬 鸡蛋牛奶 必须有的 然后跟上次不一样的是 这次多了两个 是三个蒜啊 这个蒜是特别大的 这种蒜 好像不是 啥大啥大的这个蒜 这个蒜 你看 放在我手心里 差不多能占满整个手心了啊 就是这种领的这个食品啊 所以表示感谢 做一下记录 还是它发在 放在这个黑色的包里啊 就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这个豆子吃的时候呢 可以扭水泡 之后呢 又来 放点水 煮那个豆粥 对吧 或者说豆汤 它这个豆子的形状 有点像肾脏 所以有人说 吃这个豆子是不肾的 有人管它叫肾豆 对吧 叫肾豆 诶 它这个是哪儿谈的 please note this package contains the best raw agricultural product obtainable after harvesting it is mechanically cleaned but may still contain some weather damaged product stone or other foreign matter please inspect and wash the contents before cooking 他说请注意 这包 这个 这包产品啊 包含着最好的 最佳的这个圆 肉 是圆生的 圆材料 最佳的 原来的农业产品 就是 意思说 这个包里面装的是 原装的啊 就是从地里生长的这个豆子啊 就是意思 在收获之后呢 它经过机械的清理 通过机器呢 清除杂质 对吧 但是呢 可能仍旧包含一些天气所损坏的产品啊 就是有一些风霜雨雪啊 可能把这些豆子给弄受伤了 对吧 就是它不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工业品 而是农产品啊 这是老天慢慢把它长成的 所以肯定会有一些小小的残缺什么的 对吧 它仍然包括一些被天气所损坏的产品 包括小石头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异物啊 这个芳蕊也是外国的 这里是外来的 外来的物质啊 比如说有些小石头啊 或者草籽啊 或者其他的叶子什么的 对吧 虽然经过机器的筛选 但是呢 仍然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混在里面啊 请检查并且洗袋里的东西 在做饭之前 意思是说 这个不能保证 它每一个都那么干净啊 因为它是长的嘛 它不是机器生产的 它是长的 对吧 然后它这个写的是什么 Lola's tasty pinto beans Lola的好吃的 pinto beans pinto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浆豆呗 For best results soak the beans overnight or at least for five hours 要想喝的最好的效果呢 泡 这个豆子泡一宿 或者至少泡五个小时 prior to cooking 在烹饪之前泡一下 washed beans and place in pan with water 洗豆子并且放在锅里 带水的锅里 add ham 增加火腿肠 放火腿肠 when water boils lower heat to medium 当水开了之后呢 把这个开关 就是把它降低 对吧 把它降成中火啊 就一开始烧水用大火烧嘛 那么水开之后呢 降成中火 cook for an hour or until tender 你要煮它煮一个小时 或者呢 把它直到给它煮软了啊 tender是软的 柔软的 嫩的 对吧 add potatoes and more water if needed 增加土豆 并且加更多的水 如果需要的话 cook for twenty minutes more 烹饭 再烹饭二十分钟 这是saut吗 sauty the onion bio pepper gallic tomato puree and bay leaf in hot oil for five minutes 这个sauty是焯一下嘛 焯这个原葱 还有这个bio pepper 像领带一样的辣椒 就焯一下原葱 焯一下辣椒 蒜 还有这个西红柿pury什么意思 西红柿块嘛 西红柿酱 还有这个bio leaf 海湾的叶 在热油 烹饪五分钟 and add to the beans 并且加到豆子里 saut to taste and simmer until ready to serve 然后呢 加盐 saut的盐 加盐的来调味 并且呢 simmer是蒸 对吧 对吧 是蒸吧 还是用微火 加盐之后呢 加热啊 直到 准备来吃 serv服 serv6 吃6分 是吧 这意思吧 serv6分 一份是多少 一份一勺吗 不太知道啊 这个是 西班牙语吧 receptus的 什么什么成分 一磅的什么什么豆子 10杯的水 0.5磅的火腿 勺的玉米油 什么块的土豆块 圆葱切好了 一个辣椒 丁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两醋 蒜 蒜就蒜啊 蒜末 或者四分之一 一汤匙的 这什么碾碎了的蒜 是意思吗 还有什么18欧姿的西红柿酱 还有什么树叶盐啊 就是说在做这个豆子的时候要加什么调料啊 这个是这个豆子啊 Industry CA 加州 加州工业城那边生产的一磅的这个豆子啊 这个大体就这样吧 这个 他还说明了怎么吃 Ellergen warming 过敏源警告 This product was made in a facility that may also process common food allergens 是 allergens 是 allergens 本品呢 制造生产在一个设施 这个设施可能 会有这种 对吧 接触到 普通的食物过敏源 有可能会接触一些过敏源 percent daily values are based on earth 每天的价值 基于2000卡路里的饮食 你的 每天的饮食 每天营养量 可能更高 或者更低 取决于你的卡路里需求 总的脂肪是65克 饱和脂肪20克 少于 赖子兰少于 Colesterol 胆固醇少于300毫克 所有点不是那 少于2400毫克 总的Turtle Carbohydrate 总的碳热化合物 300克 就这意思吧 大家注意善致纤维 这个是就这意思吧 这个答题就是这样了 好吧 这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记录一下表示感谢啊 记录一下啊 这周是多了算啊 多了算 其他的跟以前 唱得多啊 要多吃点算 对不对 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